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各位早上 來到10月19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今天的ET開市直擊 我是Irene和阿爾 今早有紅藝資本投資總監李澤銘 為大家分析市況解答投資問題 早上Alan 見到美債息上升 市場關注中東緊張局勢 加上企業業績參差 美股收額道指跌了超過300點 恆指期低於164點 待會Alan和我們分析一下 最新的市況發展 還有一些焦點股份的部署 大家有什麼個別股票疑難的話 歡迎Whatsapp留言給我們 電話是96133819 或者在節目留言區留言 說下你的名字和想問的股票問題 現在先看看外圍表現 美股星期三偏遠科技股領跌 原油價格攀升 美國10年期債積創了16年的新高 市場關注地緣政治風險 和企業業績 道指低開之後 美市曾經跌了399點 納市亦一度跌1.9% 最終收市 道指跌了332點 報33665點 納市跌219點 報13314點 標指跌了58點 報4314點 美國10年期債息再度上揚 升穿4.92 創了07年來新高 美匯指數升大約0.3% 去到106.6的水平 市場關注加沙醫院爆炸 造成重大死傷 可能令中東緊張局勢有升級的風險 金價曾經升超過2% 國際油價都升超過1% 然後看看焦點的美股 蠢蠢股NVIDIA 股額未止再跌大約4% 而Tesla在公佈業績前 股價先跌4.8% 亞馬遜和Meta跌1-2% 蘋果跌0.7% 而摩根士丹利業績之後跌超過6% 看看焦點的中概股和ADR的表現 騰訊、美團、京東和百度 比起本港收市價跌大約1% 騰訊至算佈296.74% 美團至算佈111.92% 阿里巴巴跌0.3% 匯豐控股ADR至算佈62.12% 比本港收市價低0.2% 友邦和港交所跌超過1% 車股售額比亞迪跌近2% 未來和小鵬比港股跌7%至8% 看看今早上最新外圍的市況 道指期貨暫時算定些 33817點升至11點 納資期貨也要求穩 看看亞太區股市方面 普遍都要跟著昨天外圍的跌勢 日本股市、南韓市和澳洲市跌幅都超過1% 其中日經平均指數31613點 跌428點 南韓市跌了34點 新西蘭市跌0.7% 再看恒指黑旗的表現 如是稍後港股有機會低開 黑旗跌223點 跌幅1%左右 我們找Alan一起談談最新外圍的消息 最近都是第一筆關心中東局勢 地緣政治風險好像仍在升溫 美國的長債息仍是繼續升 加上最近的業績期 個別大股的表現都暫時失息 不明朗的形勢是否會持續 你看美股會不會進一步回調呢? 現在和我想美股方面 大家可以按照債息 因為大家都擔心 美股在那段時間按製用的交易下 因為製用交易 其實所有的交易和升幅 都是集中在7隻 如果這7隻有什麼移動的話 其實那個回調的幅度 或者是人產人的情況 這也是值得大家憂慮的 之前大家一直在說 兩個trigger point 可能會導致美股一個大幅度的調整 一是就有價升幅100美元 另一個就是10年期債息 升幅5厘這個位置 其中一個條件其實就越來越近了 因為你看到昨晚10年期債息 其實又再破頂 因為上一個頂是4.800 昨晚是上到4.91左右這個位置 其實距離5厘是一步之遙 5厘我想就對於 剛才你說是一個比較大的 心理關口利源 因為你10年期債息 破5厘的話 你這樣預視著 其實未來應該會一個長時間 維持著一個比較高的利率的情況 這個也是不利的 整體那個市場 資產價格的走勢 暫時我想這個市場 都在看著這件事 另一方面 本身科網股的基本因素 有點不爭 也有關係的 Texer昨晚交了一份這麼差的業績出來 和NVIDIA由於制裁的關係 有機會導致它可能損失了 即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收入來源 這個可能都是導致這兩個科網巨頭 引發這一個調整的 即是一定的壓力的原因 所以暫時留看 如果是納斯達克 其實有機會可能就回到 萬三邊這些位置 剛才提過 一些個別的科網館 都可以說最新鮮公佈了業績的Tesla 就收市之後公佈 出到來 似乎市場不太滿意 Tesla第三季總收入 按年升9% 有超過233億美元 經調整純理23億1千多萬美元 按年跌了3.7% 兩個數目都是差過市場預期 如果毛利率跌到17.9% 按年跌了7.2% Tesla在業績報告也有說到 今年的主要目標是未變的 就是減低每架車的成本 在生產最大化 繼續投資AI和其他增長項目之下 仍然產生自由現金流 除了大家很關注的毛利率之外 馬斯克在電話會議中 降低了對Cyber Truck的期望 強調是一個很好的產品 但從財務角度來看 需要一年到18個月的時間 才有顯著的正現金流貢獻 看到Tesla盤後股價 就是馬斯克說話的時候 就越趕越下跌 現在我們看看最新Tesla盤後價的表現 也是在下跌 當然大家可能好像幾不滿 首先大數差過預期 現在盤後跌了4%左右 除了大數 還有毛利率大家都不滿意 還有再加上馬斯克說到3.1出那件事 你自己有怎樣看 這份成績表和股價的高壓大不大呢 我想未來股價應該會比較大 因為你看到很明顯 它已經穿了100片線 100片線 我相信對Tesla來說比較關鍵 因為之前每一次的回票 就算穿了100片線也好 其實很快都可以回它上去 但今次很明顯是反骨披靈了100片線 再加上大家對Tesla的預期 我相信會做暴地修正 現在因為第三季度 你看到基本上每一樣指標 都是比預期差 收入低於預期 每輛車的平均售價 也是低於預期 似乎減價的策略 就沒辦法為它帶來盈利上的平均 因為如果你看回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業績 就是雖然售價降了 或者收入 雖然整體的收入降了 但是整體的利潤其實是能保持到的 透過降低售價去換取消量之後 導致整體的利潤可以保持平穩的狀態 即使利潤增幅低於收入增幅也好 但是按年利潤仍然可以維持著一定的增長 但是到了第三季度很明顯就已經揭露不了 就是可能去年三季度的基數本身高 即是去年三季度的基數本身高 所以它再透過降價去提升銷量 保持盈利 這個策略似乎就越來越不成功了 另一方面就是 之前大家把所有未留希望 就放在Supportruck身上 但是就很明顯受到產能的限制 雖然現在就算Euron Musk說 Cyber truck累積了的訂單有100萬架 但是它現在每季度只能夠交付到 大概15萬架左右 似乎就是 雖然有的需求 但是它的供應未必能夠增長 要去到2025年 似乎Cyber truck的供應 似乎Cyber truck的供應 才可以撕到到時的需求的增長 即是說去到明年也好 似乎Cyber truck可以貢獻到它的收入 和盈利仍然都是有限的 無論是Model 3也好 或者Model Y也好 現在的增長似乎是開始逐步的疲弱 另一方面我想比較關鍵 就是第三季度 整體的成本 對電動車是有很大的優勢 因為第三季度 整體的利價 是跌至近這兩年以來的低位 如果你說國內的利價 你來看 就由年初接近60萬人民幣一噸 其實跌至三季度平均 是去到15-16萬一噸 但是似乎Texas這些電動車生產商 好像沒有很明顯受惠到 這個電池原材料上油成本的下降 這個也是令到市場失望的原因 所以我想這個業績出了之後 其實每個投行發出員 應該都會回落到未來 尤其是第四季度和2024年 上半年的收入和利潤的預測 我想隨著你這麼多大項下降 可能它的股價又轉一步 修正壓力 暫時來看 我想有機會先回到大概2003位置 短期可能也有點壓力 然後轉看港股上日表現之後 就問Alan怎麼看港股的情況 昨天港股走勢反覆偏遠 恒指初段曾經跌近150點 到日見17625點 在內地公佈經濟數據之後 大市曾經倒升57點 五天之後再度回落 恒指收跌40點 報17732點 成交額有888億 科指跌1.7% 報3771點 派手跌近9% 暖賞急賽一成 比亞迪發營起 逆市升近7% 看看北水盤路 南亞昨天看到北水都出現走資 全日錄得43億3千萬的淨流出 個股方面 南亞資金主力是買中移動 中移動錄得2億6千萬淨流入 而中芯國際和小米分別給資1億8千萬和9千萬 淨流出方面 資金撤出指數ETF 凝富基金和南科恒生科的ETF 分別走資31億9千萬和7億4千萬 而國子ETF也走資4億5千萬 繼續和Alan談談港股市況 剛才提到內地公佈了一些重磅經濟數據 例如第三季的GDP增長4.9% 雖然比前一季放緩了 但比市場好 原先預期只有4.5%的增長 而其中零售消費數據 也同樣是好過預期的 前排港股都彈過一輪 最近好像沒有力氣了 但大家本身在看內地公佈一些經濟數據 如果訊號好的話應該還可以 但港股昨天還是彈不起 如果是否很直接就說 都是歸根於美國債積高企 地緣局勢因素 還是背後還有什麼考量 你怎麼看港股接下來的走勢 反彈如何 我想不單止是港股 其實昨天公佈了GDP數據之後 其實A股的跌幅很明顯 比港股更弱 當然有一個說法就是 A股似乎越來越市場化 對於這個政策的敏感度降低了 我想連A股也跌得這麼多的話 即是外圍的因素未必有太大關係 主要是我們自身經濟的問題 一來這個比預期好的GDP 即是昨天預期本身4.5 Trader 4.9 這比預期好的GDP 似乎跟大家實際感受到 有一個比較大的出入 另一方面 也是市場或者A股的投資者 更加擔心 就是如果是政策帝政者 是真的上了這個GDP 而覺得這個經濟 是仍然有一定的反彈的動力 或者經濟的趨勢是否好的話 擔心未來的刺激政策的力度 是有機會減弱的 這個可能是 為何出了一個比預期好的數據 反而市場反應這麼負面的原因所在 現在大家都在觀望 如果是真的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到4季度的刺激政策的力度 是減弱的話 那可能就無論A股也好 或者港股也好 仍然會有進一步向下的壓力 那港股的走勢其實暫時又不是這麼悲觀 因為昨天似乎有一個稍微利好小信 我看到也有很多人說 因為這個十天線就升穿了一條二十天線 一個小小的黃金交叉的出現 那應該短期預示著 其實港股的走勢不應該太差 只要有一定的技術反彈是有可能的 不過就因為昨晚美股大跌 還有現在的債息有幾個十年期債息 有機會破不來這個憂慮的存在 那雖然美股升 對港股沒有太大的拉和大動作用 但是美股跌的時候 對港股是一定會造成拖累的